国庆节即将来临之际 波兰 泰国等全球多地的华侨华人 友好人士纷纷举行庆祝活动 共同祝愿中国繁荣昌盛 14号 波兰华人华侨留学生 以及当地友好人士 在华沙老城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文艺演出 中国两国表演者共同献上了 中国传统舞蹈 舞师和武术等表演 波兰乐队还带来了原创歌曲《中国》 乐队主唱曾在北京生活十年 对中国感情深厚 我们今天在华沙 中国朋友 波兰朋友一起过这个七十周年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七十周年 祝大家永远的幸福 永远的繁荣 作为中泰共同举办的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名为秦始皇 中国第一个皇帝与兵马俑的展览 15号在泰国曼谷开幕 这是秦兵马俑首次亮相泰国 展览将持续到12月15号 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表示衷心祝贺 对中国及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中国国家富强 社会稳定 希望泰国人都能来参观这次展览 了解中国历史文化 crise文化 蛆史文化 自立与典马俑文化 感谢观看